这是1976年美国新萌计划发生的诡异事件 视频中的女人是美国官方认证的 具有超能力的异能者 如果你觉得通灵、独心、穿墙、遗物 这些都只是影视作品中的概念 那么2017年美国CIA新萌计划曝光后 对此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人知 时间来到1976年9月 利格的灵学实验室阿提克斯研究所 招募了大批具有超能力的民间异能人士 这些人都是用科学的鉴别方法 经过层层测试筛选出来的 他们有的可以透视 通灵、有的能独心 用意念移动物体 然后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女人就是朱蒂斯·芬斯戴德 朱蒂年近40 因为一场事故摔伤了脊椎 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姐姐带她去看过很多医生也无济于事 在报纸上看到利格的实验室 就想来找她帮忙 很快利格和工作人员与朱蒂进行了简单的沟通 当利格问到你的惯用手时 朱蒂显得很纠结很痛苦 然后开始流鼻血 在意念测试中 不接触骰子的情况下 朱蒂主不管怎么摇动骰子 朱蒂都能让她摇出漆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这样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倍感吃惊 因为他们测试中最好的成绩也只有30%而已 在移动物体这个环节 利格让她移动桌上一个物体 结果朱蒂很轻松的一开了朱手的椅子 在透视环节 朱蒂不仅能猜出对面的牌 还能隔空把牌折弯 这让见多识广的利格也吓了一跳 接下来的测试 朱蒂不仅不配合 还表现出更加诡异的举动 很快朱蒂的事传到了白宫 CIA探员罗伯特就被派到了利格的实验室 并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测试仪器 然而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朱蒂 而洛蒂的政府官员付出了成龙的代价 CIA探员将所见汇报给白宫之后 国防部随即派来了各个领域的专家 很快军工接管了实验室 并让利格签下了保密协议 将此事件列入了军事等级最高的绝地计划 对朱蒂进行闪光测试时 朱蒂不仅能送移 体内的意识能量也快被逼了出来 随后专家在对朱蒂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时 发现他的身体组织里 有一种完全未知的分子化合物 专家决定对朱蒂进行活体组织生物脉冲实验 看他能否远程控制青蛙的心跳 如果成功 就意味着朱蒂可以不动声色的让一个人自然死亡 在连接上仪器之后 很显然实验成功了 因为朱蒂的力量难以控制 军方决定找一名士兵把朱蒂的意识能量转移到士兵身上 然后加以控制 如果成功 他们可以组建一支超能力的陆战队 他们正在探讨实验计划时 朱蒂突然诡异的动了起来 达成并不能阻止政府实验的决心 实验当天为了进一步明确朱蒂的价值 军方竟然拿了一张海洋地图 让朱蒂指出苏方潜艇的封部位置 这名官员厉声呵斥 一副命令的口气 美国真是让全世界给惯坏了 竟然霸道到连魔鬼都想控制 朱蒂也没惯着他 第一次实验失败后 军方决定直接做转移实验 他们还请来了神学专家 如果他不听话 就用电击加闪光还有噪音来刺激他 逼他为政府效力 在一系列的操作下 他们逼出了朱蒂体内的另一个声音 军方直接命令他放弃朱蒂的身体 寄生于旁边士兵身上为美国政府效力 他们用尽各种仪器都无法成功后 决定让神学专家直接逼他过去 视频的最后 因为视频的意志太过坚定 最后那个未知的生物 寄生到了利哥身上 并杀死了现场所有人 视频也到此结束 最后利哥也消失了 此事件被美国政府保密到2017年 事件曝光后 媒体也采访了当年的信从者和利哥的家人 结合一些影像资料创作了本篇 科学家曾说过 每个人都可以预测3.7秒的未来 你们觉得人类是否真的有未被激发的潜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